我們在這裡又看到一個心路歷史的文字 看到一個心路歷史 一定要跟大家分心 要不然你不知道問到底怎麼樣 我說許多政三朋友建議我 一週必行要慢慢五千公尺 讓我心裡產生畏懼 這個標準是毅力執著 我就覺得說有這麼困難嗎 這是我第一次上一山 我從來沒有訓練過說要去一山 然後我想說我在告訴你 我從小就在東海岸長大 跟原住民長大 我是一隻土雞 我又不是肉雞 所以我就背了三十公斤的裝備 那時候才三十八歲十分十六歲 正經病你知道嗎 第一次登山一山是第一道 一山是第一道 而一山是從十四里創作者 或登山者就有一翔子創作原地 然後我從小生長在東海岸的 每天以山為伍 這樣的場面 成長的過程奠定了我二三號水的一個根基 也更生了我被罪敗土地的感情 第一次站在玉山山林零基上面 你才能深深的感覺到這一塊一個美麗 所以 帶做的朋友 如果你們有機會 有能力 一定要去玉山看一看 你才能感覺說 站在台灣最高的地方 看到這塊什麼地底 你會感動 我自己都感動 那這一張 我記得是 每年的三月 玉山是 風山不能回家去 為什麼那是雅山 因為第一 他是下雪 雪季 攀爬危險 第二 他會藉這個機會 不然給人家上去 不然給人家上去沒有事情 他就沒事了 萬一有山難的時候 他就有事了 所以他就不給人家上去 那我們是經過玉山的 國家根本有什麼孩子的案子 所以我們在下雪的時候 必須要登到這個玉山上面去 那麼林鄉都差不多十五度左右 十度到十幾度 那你知道台灣的山很特別 因為他跟國外溫州的山群一樣 國外溫州是會冷 但是他沒有風鬧子 是 那是你站在玉山上面 那個風一再一陣吹進來 你再後的山 那個衣服 都會穿進你的身體 那就會發抖 所以在拍這一張的時候 我已經手都沒辦法 為什麼 你帶著手到這邊要露出來啊 你這個 你這個台灣的風都硬掉了 可是 那種作品 感動到讓你自己 無法忘記不到感受 所以 我就我們就用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元朴 元朴起霧的時候 然後風一吹 那個霧水卡在那個元朴上面 然後極速能動被 被有一點鬆鬆 有一點霧霜 就卡成一團霧霜好像一朵花一樣 那這個是玉山祖國 那從這邊走下來 從這邊走下來 走到這個 下雪的時間 大概下雪到北洪的話 要大概四個小時 要走四個小時 那回氣 你也要走四個小時 那一般沒有 沒有下雪的時候 大概一半的時間 大概兩個小時就可以走到 然後一山氣象這樣 那我們在這一張創作的 那個時間點 跟那個辛苦也是 真的 所以我說 攝影師 攝影家 觸動開門那一撒浪的 興奮跟喜悅 是沒辦法跟大家分享 因為你沒去到旁邊這裡 心裡那個感覺 也沒辦法 因為除了一支時間觸動開門 你才有辦法感受到感覺出 所以我覺得說 很多東西就是 要親身去體驗才有辦法感受到 這個 這個 這個觸動開門那一撒浪 好 那麼我們過來 你爬到山上 你爬到山上 四腳不一樣 謝謝 來 來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張 綠山作品 這個是在清中 阿里山公路那一條 從 從 從水裡 擠擠開始 進去 一直到從阿里山出來 那一條公路上面 在那個 湖漆樹 附近 看到這個 這個跟我們剛剛講的 剛剛那一張的 綠山主峰在這裡 那我們必須從這個 這個林間一直往下走 走到林間上面 走到這個 就是我拍照的地方 我在這裡住了 有一次住了15天 等下我們會介紹一張 就是住了15天 那15天當中是有兩個星 天氣好 我就拍到那一張 所以這個畫面是當 夕陽 晚霞的光線照射在這個山頭 那這個是玉山北峰 這個是玉山北峰 這個是玉山北峰 這個是玉山主峰 所以從山下看到 剛好這個光線照在這個地方 然後有 秋天的時候那個夕陽特別好 所以秋天的夕陽是特別好 秋天的夕陽也要記得 夏山的落陸 那個夕陽是比較紅一點 所以那個光線照出來 非常紅 然後我就想說 如果拍太多黑的也不好 可是天空流太多 就覺得怪怪 我就趕快找了一棵樹 然後當前景 那我們造型設計師說 你把那個物就放在這裡 剛好配這個樹枝也剛剛好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 還有這張作品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分享 好 好 那我們再往前往這邊過來 那各位這一張 這一張也是 我從不去一張去試探 10幾湯應該是10幾湯 那這個地方是多的 民室4點5下起來 你只要在一張林宅起來 大概都是林宅5下 然後 因為台灣的山也跟高山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要記 上山一定要保護多 鼻子造起來 那最好是有那個搶劫帽子 那搶劫帽子 把頭倒著 都倒著 鼻子造起來 好 那五層套 最好是穿一龍背鞋 身體不會冷 手腳就比較溫柔 所以我們站在那個地方 那個鞋子跟 褲子都穿得厚厚的 走路都變得笨重 你要不要踏 因為拍風景 所以一臂心要講解 沒有底下也是沒有辦法拍 為什麼 因為你要拍一張畫面 又清楚 又不能證明 又聚服放得到 所以相機要拿出來 特別到達 然後要特別錄穩 這張大概拍了整個三分鐘 到四個月 他就可以拍 不用 長時間曝光 太陽要出來那一山 那天空有一點 那是橙色 那是橘子顏色 然後這邊還沒有光線的時候 它是呈現藍色 那雲再流動 雲再流動 看起來沒什麼 它是實際上是晚上在拍 因為天還沒有亮的時候 這開始拍的 好 我們來往這邊看 這一張也是 記憶深刻 為什麼會記憶深刻 我這趟是 我大概也沒有過分了 為什麼我要記憶深刻 不能跟著 等一下 那一趟我有跟 我睡在路邊 沒有 沒有 我大概也是第一趟 所以我記得第二趟是沒有可能 第二趟是沒有可能 我要做到 我要做到 大關這邊 就是他不是 然後他只是在一個 合理的平台上面 那為什麼會說 上面是一個台灣英雄 因為那個地方是台灣英雄 兩個中間 就是平科大學 叫廣美校 教授在那邊 就有個台灣英雄 這個地方很幸福 為什麼 你走到這個地方 已經走了 我是幾個年前到達 然後寄來一個 就是太陽王 可以讓你熱血洗澡 你看多幸福 那 不過在33號走到這個地方 這個是在華拉米 華拉米吊起來下面 有一個石層樓高 有一個瀑布 在地下 那我一直 一直 說 一直想要去 因為 這個瀑布是非常漂亮的 沒有我下去 第一次沒有人把它挖掘出來 把它呈現出來 給大家欣賞 所以我的意識力 我就覺得說 意識力大於體力 你有體力沒有意識力 還是爬不上去 那你也有體力 也有機制力 體力差一點 還是可以趕上去 所以你看 我去玉山 從來沒有訓練 我就直接在上去 到目前 到之前 我去玉山的時候 我們 我們有一次是 山上只有我跟我太太 還有我兒子 還有我的學生 其他整個玉山都沒人 只有我兒子 好北 豐佑大 然後我太太 他拍一張幫忙 我就跟我學生 直接爬到那個 那個南風區 沿洪的地區 住 好 再跟班約老師來上 我拍那種新聞 我爬到那 那個風太大 風太大 好 我們看這裡 這邊看 當大學覆蓋的時候 像這個山下都沒人 那老師 你說山下都沒人 為什麼有一個人 這個是玉山氣象站 它是固定的 不能丟人 不能丟人 但是下面有一個 在那邊 開了疫苗 現在是開疫苗中 所以這個人是走不去 可以放不動 可以放不動 所以為什麼會磨磨磨磨的 他是人在走不動 那下學的時候 我們整個藝山都是這樣 看起來的 非常壯觀 那我們要等什麼 等 隔天天 下過去 天氣 隔天天氣好 那個就是 漂亮到 不外形容 那因為 場地的關係 也沒辦法 把藝山做得多 好 我們這一場是 藍河行飛車 運輝車裡面 最多照片 七十年 其他照片最多 也十三十年 甚至於 下一場到台北京 我舒服到 你再也看不到這種 我的方法 我們往這邊 再往這邊 爬 我爬了山路 是很多 沒有放開眼 可是最讓我 緊張嚇到 還在這座山上 這個是南風 我們住在這個地方 這叫越融入地 一大早 我們要從這邊走 背著相機 扛著腳下 走到這裡 再往這邊爬 把連線跑到這裡來 我在這裡 差點掉下山路 你看這個 我猜大概 大概至少一公里吧 下去 下去到這裡 是整個四十五度 雪風一直下 我在這裡 因為我手拿著腳架 我又背著相機 然後一陣風吹來 我本來是這樣在走 你不然就腳 就趴上去 突然卡車 你坐在那邊 坐四十分鐘 不感動 當我還回省的時候 我就 我就決定 過去了 我要回省 所以我在這邊 我在拍山子的時候 在這裡被嚇到 我是第一次被嚇到 因為我是天不怕 你不怕 為什麼會被嚇到 就是很奇怪 就是那一陣風吹 讓我覺得 因為 也不敢看下面 因為你有紀高證的 絕對不能上去 非常危險 我會在這裡 好 那我看這裡 那就是我說的 除夕夜晚上 我吃飽了一夜晚 我就 開始 到了塔塔家 在那個 那個 心意箱的塔塔家 要登山前 不是要在塔塔家嗎 隔天出一早上 六點 我就開始走 走到 初一等 下午 到了排山莊 我們就沒有上山 我也 初二早上 我就一直爬 爬到 一山呢 背後一個 最高 那個 大概一百多公尺 那我要爬上去 要不要爬 一定要爬 因為每一次上一山都會想爬 登上哪 登到點 登到點 下午 在這裡 所以是初二的下午 然後 那 那個 初一到初二的時候 深處都不見了 都在霧裡面走 都在蒙蒙的霧裡面走 然後 在第三天 然後 住了 住在上面 出山上 我四點就起來 在那邊等 五點多 就開到這一張 第一道 陽光照到山上 非常高興 為什麼 因為我帶大相機 我的敵人是這麼大 是傳統他們 你知道是倒向板 不是有那種蓋子 過那個 那個是專業的攝影師在拍的 所以我的影片這麼短 我開了六張 那是口袋 然後再把那個小臺 那個前張的相機 我說我怎麼會看 那種相機 就是那種相機 我開了一檢 兩檢之間 都這樣 叫人 另一叫人 婚姻 然後 爽到 不會 這是我高興到不會寫的 然後 我才說 拍到了 那我就有開始 把體積品在那邊走 可是你知道我上面全部都覆蓋那個血 那血被覆蓋住 你不知道下面是空的 結果 那我們在那個平台上面 這邊都卸空 那我踩一個腳 踩摩摩 就整個斜的 這個裡面就揮出去 剩下再兩卷 那一張最經典的六張 太可惜 那有一個 登山有跟我上去 有撿到嗎 他沒有 他應該我叫他拍拍 後來我叫你拿去比賽 因為他也是緊張 聽到這個緊張 他進了索沒有錯 掉下去 撞到那邊走 你知道那個 那開陽鏡板下面 都是把不鏽鋼 那個鐵柱子 撞到那裡 這個鏡柱子 鏡頭歪掉 後來我們 這裡的比賽 比賽很厲害 結果他爹 金牌十萬塊 這個賴膽 所以這一張 也有很多故事 你看十五天 碰到兩個十天 兩個小時 天氣啊 我的底片 最近的晚上說 掉這三分鏡 還有兩件事之事 這才是可以 那自己也可以 一個早天 他可能就是這樣 你也不要去想像我多 好 這邊看 這邊在哪 那我們 那我們 也有一段話 跟大家分享 這一段話 你是很經典 為什麼 我說大師的心理 一眼光 大師不是說我 我不是大師 我大師 還沒有出生 對大師 你現在稱為大師 後面的人 更厲害的人 好不好 比你還厲害 大師是怎麼樣 要你往生的時候 由貨人來評定你 有沒有對這塊股票有沒有貢獻 對攝影 教育有沒有貢獻 才能奠定你 就是大師的地位 不是你人家說 你大師 你叫大師 那我叫看大師 大師 對不對 我說美國攝影大師 安瑟亞當師 你優勝美帝不朽的攝影民作 那兩千年跟兩千零一年 我連續兩年有幸參加美股市立亞 或所習慣的 傳統台灣藝術 傳統台灣作為藝術 其實展出有關 台灣的景觀 以及地方的民俗特色 就是這一趟 這個時間點 我跟中央研究院前面 展工晴慧先生 結緣 所以他這一次特地從美國 趕回來參加 都很開心 我非常感動 因為他這麼有重溝第二 這麼擺盪當中 他有辦法抽空 可見他對我們很肯定 好 好 那我們看 這樣的原因 跟機會我來到 夢想已久的美國國家 又是美帝國家公園 我第一開始開照的時候 我就很想往美國 看柴峽谷 死亡峽谷 那個黃石公園 布萊斯國家公園 國文國家公園 那個都是我很想往的 後來我到了美國之後 我就很想往 台語跟我們七名的東西 蝦子不怕子彈 為什麼 我跟我太太都不懂英文 我們兩個一直拿一頭翻譯機 車子一直開開開開開 就開到內達華洲去 又是美帝繞一圈 不懂就問人家 萌萌撞撞的繞了一圈 然後從又是美帝國家公園 繞了一圈之後 我在又是美帝國家公園 得了什麼 遊客服務中心 拜託了攝影大師阿瑟亞當師的創作攝影專輯 然而 心底產生對大師 大師對藝術的執著堅持 他說人在大自然中只是一個名字 沒有自然就沒有 遇不出人的形象 想像跟 攝像跟造像 阿瑟亞當師在他創作中的名字 在不同的心情 觀賞同樣的地獄 而從中多得到信件 這就是所謂的 如火曾經燈風造成 就是你看到這個商品 你看到我看到我 剛才有十四年 這個商品是世界不中 沒有人可以跟你講 都叫燈風造成 我的前世是這樣 好不知道各位前世是什麼 好 好 這裡 都不敢去屁股嗎 澎湖南方市場有沒有去看看 沒有 各位一定要去 我認證 澎湖最南方 竟然台灣 人最南方的這個 山景離島的地方 四個導影 都是台灣的國家公園 澎湖南方市場國家公園 他是很平均 而且是非常自然的一個導影 各位看這個導影有沒有像 馬修比丘那種造型 其實他不是 他是什麼 他是當地人 用那個苦老水把它 刺出來的一個小矮槍 硬格的硬格的硬格 為什麼 因為東北季風來 風會吹到你的菜 那他們做什麼菜 他們沒有做什麼菜 他們做什麼菜 他們做什麼菜 比較少水 比較 看他的水果 就是 菜類 比如說 地瓜 花生 花類 不用水分的 放在那上面 然後他 風就不會吹到他 但你在下面你看不到 所以我們 空白心會上去的時候 看到 哇怎麼能漂亮 你怎麼死 全世界只有這個地方 有這個畫面 有這個畫面 然後 剛好 雲霧 台上起有雲霧 當地的人說 他是住三十幾年 從來沒有看過 台上有雲霧 他說我去就出現這個東西 所以 我是住進很多人 所以 常常 跟我大家說 我是上天派來 拍照的 我是帶有使命的 所以你要 支持我 鼓勵 鼓勵 拍更多東西 借口 給我 那各位 在我這邊 這個是一個島嶼 這個叫 這個島嶼叫東嶼 東西南北的東 你是 島嶼 這個島嶼 台灣的南洞 這個南洞 他是屬於海洋國家貿能管轄 那我們剛剛跟各位介紹說 海洋國家貿能管兩個地方 一個叫洞杉磯 一個叫洞杉磯 那這個洞 它小才可以開進去 但是大才是不能進去 它是有禁止的 就是說你遊艇必須要靠50公尺以外 才能在這裡 那我們因為 我們要排除山洞的東西 所以我剛剛總要跟宜夜守 澎湖 縣政府 跟海鮮守 跟國家公園 四個單位要蓋章過後才可以進來這個地方 為了這張畫面 我等了四個月 那個蓋章才蓋好 那蓋好第一趟去的時候 沒有排除 為什麼排除 鏡頭不夠廣 那我的一個企業 台南一個企業主 他說 徐老師 他要再去 我對你來 駕駛你去買我出錢 所以我們花了十萬 再買一顆鏡頭 就再去 再去他跟在我後面 然後我們就請那個小廚房 用小碼拿去開開開 進去再退出來 總共開了三四趟 我太太 還好我太太不會暈船 那會暈船早就吐的可能 哭了滿地 然後我們就進去出來 不然就後面我們那個企業主說 誒老師 你看天堂 有 你再去一次 好像一個台灣 所以我們就叫他 再可以進去 對… 你說好聽 剛好一個台灣 然後剛好遠遠跳過來 剛好一個中央山派的那個 那個明星在上 好像有中央山派的那個山南 所以這個可是 其實他不叫南洞 他真正的名字叫灶浪 什麼灶浪 就是 灶石不灶 古早時代人家那個 拼車的那個大灶窩 就是 這邊有一個門 上面有一個洞 放鍋子 那其實你遠看就是這樣 這邊有一個門 其實他的石頭是這樣 這樣包進來 有一個門 這邊有一個洞 它好像灶浪一樣 那因為我們靠近 我們靠近才 我們廣角才看不出來 有一個灶浪一樣 後來我不行 其實我拍完了 我說不行 如果是這樣拍的話 大家都有 可能有 早期還沒有管制的時候 頭髮經濟拍的人 也有可能拍的 可是我還沒有看到 有人看到像台灣這樣 這個景 那我就說 他把那個人開 直播那個石 移民說 你幫我開 靠到這裡 然後跳到這個石頭上面 那個石頭這麼深 不會很深 我說跳到這裡 這個石頭大概這麼大 一塊這個板子這麼大 那個移夫說 我看到他說 你怎麼會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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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怕跑去 沒關係 等一下 你如果要跳過 叫什麼站起來 其實我們在拍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規定 你要保險自己保 要保兩千萬以上 所以這個安全現在自負 那我就跳過去 那我就叫做 看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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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我坐在上面 你就拍 結果中華郵政給我買去當郵票 我們總共有四張公園 然後四張公園 去當郵策 郵策 郵策 有一個紀念郵策 有很多郵票在裡面 那這是第九套 國家公園 那第十套也是 我們拍的是 壽三國家公園 叫十前十美 所以國家公園 總共四個國家公園 十套郵票 有信心的人 可以到郵策去買 賣 那個也不重 所以這個是 南方社報的一個 特別的景色 所以剛剛那個是 綜藝品 這個是東基島 吉祥的景 東基 西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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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極不是無人島 東基是大概先在目前 大概一百多元的 目前 早期我們去大概六十多人 六十多個人 現在一百多人 那這個是東君燈塔 四個島嶺唯一的燈塔 那為什麼剛剛會有這個 袁近平也是剛剛我們講的 我知道 心鬼嘛 要正對人一方 你要先去找地形地物 比如說剛剛我們用到兩個神龍當前景 你給人家講說龍坑後人家說這個很像 可是你如果拍一個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下面這個你拍一個神龍的話 誰知道你在哪裡拍的 絕對沒有人知道說你在哪裡拍的 那我們就是在利用燈塔當前景 可是這個地方我們留一點點 不會就是要讓他希望多一點 強調的是細心的累積 那這個地方少 那為什麼會用這個燈光 其實我們在構築的時候有一點點故事 我跟我太太說 等一下我快點按下去 那你就在摩托車從這邊騎下去 繞一圈再騎上來 再繞一圈騎到這個地方 拍不到的地方停 所以產生這個車子車子的軌跡有沒有 那一共我們用慢速快 所以在拍照當中必須還要經過一點設計 一點 一點思維才有辦法開出利用這樣的 而且有前景嘛 所以一看就是東極燈塔後面有一個 北極星 是星軌 這很特別 所以這個是東極島 那個是西極營 那個是東極營 好 這個 這兩個是西極 這個也是在西極 這是烏人 因為什麼 有一天 第一天我們要到這個島嶺 我們也是請廚法找我們再過去 再過來大概30分鐘 產要開30分鐘到40分鐘才會到這個島嶺 那我們大概3點 到了這個島嶺的時候 我們跟玩家說 一旦就要過來玩展 玩展都在行 我們兩個衝衝麻麻 因為兩個小時不可能走完嘛 走半圈的時候 因為那裡面都很多苦錯 而且苦錯都發貴 那個能力 我就不會 Det